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魔兽争霸3比赛视频节目,我是B.O. 那么这一期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结束的这个WCA东北区域赛魔兽争霸3项目的比赛 然后这一排比赛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四名的这样一个争夺 然后三四名的话呢,争夺的两名选手呢,一位是这个BikeSpace,也就是中文名叫做杨宇宙的这个兽人选手 然后另外一边呢,这位叫做暗影杀手的朋友呢,就是WVN战队的那个叫菜鸟的奥克选手 虽然说ID叫菜鸟,但是说这个选手我觉得还是打击比赛的,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这个选手的话呢,他有一个风格特点,就是说呢,他这个偏科偏的好像有点严重 这名选手他对抗UD应该是非常强的,因为他在那个沈阳赛区出现的时候呢 是2比0击败了安西,也就是雅各布,用那个先知2比0击败了安西 然后呢,以前也是在那个线上的战队联赛当中呢,1比1逼苹果无法阵 所以说这个选手应该他对抗UD实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他对抗其他种族可能相对来说呢,那个细节方面呢,还是要比起他对抗UD来说要差一点 然后这个比赛的话呢,是半决赛,是一个抽签单败的一个赛制嘛 然后当时我是和菜鸟说到一个半区,然后TBC和Backspace说到了另一个半区 最终的话呢,是半决赛,我是2比0战胜了这个鸟神,也就是菜鸟 我是2比0赢了鸟神,然后呢,那个TBC是2比1赢了Backspace 然后最终的话,决赛TBC又是2比1战胜了我 最终的话呢,这个WCA的区域赛的赛制是说呢 前三名都有奖金,然后前二的话,区域赛前二有晋级中国区总决赛的名额 比较幸运,去2000沈阳还是拿了一个全国赛的名额 然后拿了3000元的奖金,自己还是有点小成就感 这样的话呢,月底也是能够去北京参加一下这个全国总决赛 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气氛 那这一局的话呢,是那个菜鸟和,就叫鸟神吧,在一个视频里 这一局的话是鸟神和Backspace之间三四名的第一排较量 两名都是兽足选手 第一局的比赛地图呢,两个人是打的LR 那这样的话,开局来看,两个人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剑胜带领大技的这么一个练集的一个开局 应该两个人开局上,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差距 都是这种双地洞,然后商店等一下呢,升级两本科技的这样一种打法 开局呢,不过练集方向的话,这边鸟神是选择了练门口的这个333 然后这边的话呢,Backspace是,哎,他的剑胜呢 找一下他的剑胜啊,因为这样剑胜隐身以后 地图上是不会显示这个红点的 好的,这边这个剑胜是来练这边432这个点位 然后应该是先要拿掉一个四级怪物 然后刚才在商店应该是卖掉GP买了一个头环和粉 怎么这个说话有点舌头不好使了 买了一个头环和粉 这样的话呢,剑胜打到一个幻象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前期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宝物 能够在侦查方面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能够看一下对手的这样一个动向 鸟神那边的话呢,是那个,但是经验值虽然说是比Backspace这边要多一些呢 但是他这个剑胜的这个装备相对来说呢,并不如对面的那么好 我还是要不不叫他这个Backspace他的ID了 因为他的ID念起来多少有点 作为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个有点绕舌头 Backspace,Backspace 那还是要不念他的这个名字好吧 这个哥们真名也是比较霸气啊 叫杨宇宙 那就叫宇宙好吧 反正在赛场的时候我一直叫他宇宙的 这个宇宙这边的话呢,是剑胜练道的二 话说说起这个名字 我记得大家还有人在调侃那个东北赛区 我们四位参加区域赛选手的名字啊 因为我们四个名确实都比较霸气和有点特殊吧 像我的话呢,我的名字叫张可汗 因为我民族是蒙古族话,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名字叫张可汗 我这个名字当年取是和这个民族有关系 然后的话呢,TBC的真名叫端木英南 端木啊,这是中国的一个父姓 姓端木,然后叫英南 许多人听着以为这个名是日本名 其实那个端木也许还好理解 主要是他这个名字叫英南 这听着就有点像这个日本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那个,呃,这个Backspace是叫杨宇宙 然后那个鸟神叫高鹏飞 相当于这个名字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充满霸气的名字吧 然后我看RN昨天论坛上就有人评论了 这东美赛区这四个选手名字太霸气了 又宇宙又可汗又日本人的 我也是看了以后表示这个压力有点大呀 确实是我们这些起的比较独色或者霸气的名字 这四个人这次是碰到了一个区域 呃,那好吧,我们继续看比赛 然后这边的话呢,鸟神前期是一样 一直追杀宇宙这边的大忌 但是宇宙操作还是,呃,可以吧 躲避这个对手的攻击 一直没有送掉这个大忌 所以说呢,前期两个人 而且都是两极出头的剑胜 整体来说的话呢,也不会出现一个谁赚谁亏的一个局面 不过我觉得宇宙这边前期他不幻想就都这么给用了 这多少是这种用法有点浪费吧 其实幻想只要是前期派一个 然后进行一下侦查看一看对手的练击点 或者说在对手练击的时候呢 这个幻想的奸绳过去吓唬一下对手就已经足够了 没有必要就是说呢 要直接这前期就都把幻想给都用出来 有点浪费资源 所以说呢,宇宙前期打到一个还不错的宝物 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利用的可能不是很好吧 然后这边的话呢 那个鸟神二本以后应该还是一个看这个开局 是一个比较常规的DE加BS的这么一个 果然,BEBS,然后二发的小白 这边呢,宇宙是 哎,宇宙没有二发英雄吗 这二本应该都好了 两个人也都应该是比较常规的战术 哎,这这这这这 拉苦弓了 哦,那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要买中灵雄要TR了 那我觉得奥克内战的话 如果要是三个血瓶过去 宇宙这局也是拼了呀 直接是买了三个血瓶 然后拉上大量的苦弓准备 应该是要一波进行TR 那兽人内战的话呢 TR应该是我猜二英雄有可能是火焰领主或者是娜家 应该火魔的概率比较高吧 兽人内战以前本来就有这个战术 呃,首发先知或者首发剑圣 二发那个火魔 哎,果然 果然是火魔的二本TR 拉上了家中这个四个苦弓 买了三瓶血 我去 一下买了三瓶血 这边的话呢 宇宙也是要那个拼一波的 但是这边的话 啊,鸟神是利用这段时间成功把剑圣给杀到了三级 那有这个三级剑圣的话 这三级剑圣打两级剑圣 啊,不过这边因为有三瓶血 所以说非常的硬 那真正打起来的话 也要看操作和阵型 具体的话现在还不好说 因为在那个兽人二本兵种没有出来以前呢 有火魔这一方的话 兵力是完全占据优势的 赶紧给火魔地一个血瓶 哎,剑圣 给火魔地血瓶啊 一会儿你这火魔让对手这个三级剑圣给魔法这么多 开击风步 追着给砍死了 赶紧给自己火魔地一个血 递血瓶 好的好的 还是非常极限的时间的点亮了一个血瓶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这是四个大技 这边是 也是四个大技 四大技打四大技 然后这边的话有那个火人 但不同的区别是 这是二级剑圣 带血瓶 这是三级剑圣 小Y一级出来 直接是生了一个那个治疗波 直接是生了一个治疗波的话呢 那这边还是 两个迷反手现在拼的还是比较胶着 现在 哎呦 但是这个塔立不起来呀 鸟神这个攻击目标选择的还是挺正确的 这个大技只要是及时呢 能够拉扯一下 然后利用三级剑圣的超高输出 就能够限制塔 同时加重应该是转投尸车吧 哎没有 还在继续补大技 那鸟神这一局选择的就是一个 纯粹硬钢正面的一个 扛对手TR的一个战术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火人等一下一直分裂的话 就肆无忌惮了呀 这边剑圣在给火魔地一个血瓶嘛 火魔这个英雄 攻击频率比较快 所以说呢 出来的时候 这个英雄本身也是有一定输出能力的 哎赶紧给火魔地血瓶 完了 来不及了 火魔死了 不过这边的话 自己的剑圣也是升到了一个三级 像这种情况 我个人感觉 剑圣升两级的跳P比疾风步要好 因为这个时间呢 你的剑圣也不需要这种逃避对手的这种追杀什么的 你就需要在正面战场上面 一直进行稳定的输出就可以 我觉得升两级跳P吧 好的 火人继续分裂 而且这个塔等一下要起来了 这边的话 鸟神的大技都死干净了 而且刚才 他也没有利用拖延的这段时间的造投尸车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局的话不好说了 哎小Y 有没有机会把小Y劈死 小Y劈死我觉得这局的话呢 宇宙就已经稳了 稳赢了 好的好的 目前来说这个局面应该还是对宇宙这边有利的 卡起来了 好的 非常漂亮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一局呢 这个洋宇宙这边是选择的这样一个战术 是收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效果 这个战术目前来看的话呢 是把这边的话呢 鸟神打的是可以说措手不及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利用这样一个二本的二发火焰领主 然后强行拉苦弓造塔 然后又用三个血瓶 保证两个英雄生命安全的这么一个战术啊 鸟神那边刚才也是打的比较刚吧 直接就是选择了 一直在出大技来硬顶 其实我觉得 刚才如果要是在用大技拖延时间的同时呢 拖延一下最后塔的进度 自己家里憋一憋那个投尸车 如果现在能够在角落里面 有投尸车来进行对打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然后也可以在那个投尸车生产的同时呢 也可以自己家中 现在这种比较安全的位置呢 造一到两根塔 来阻止一下对手建塔的一个推进 不过呢 鸟神那边打的比较刚猛嘛 从这种刚猛的角度来说呢 破解这种内战的汤温落实 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选择 因为对手的话 二发的英雄是火焰领主 火焰领主的这样一个火人 搭配上剑身和大技输出还是挺高的 因为兽人的话 在两本白牛没有成型以前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驱散的手段的 对于对手的召唤生物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没有任何能够限制对手召唤生物的手段 那这边的话呢 宇宙这边造塔是逐渐能够往对手家中 越来越近的这种推进 这边三极剑胜 鸟神的剑胜啊 刚才去买了一本群补 但是现在也已经 这个对于局面上 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扭转的方法了呀 这越打火人的话 越分越多 然后家中的话呢 也能够继续等一下 再补充一些些什么大技 或者同时车一类的东西 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个塔已经在对手家中完全造了起来 兽人兽人这个种族 他这样一个塔 虽然说攻击力不是说那么高 但是他攻速特别的快 而且所以说呢 就是在数量起来以后呢 就显得作战能力非常的强 好的 这边鸟神也是打出了机器 那么羊宇宙这边也是先拿下一分 这分比赛呢 可以说是打了一个 有点是出息不意的这种感觉吧 鸟神那边并没有料到 对手会使用一种 这样一种汤文rush的 二本火魔Ti的一个战术 可能是并没有料到 然后防的话呢 细节和思路上可能也是有一点问题 那个时间段我觉得可能还是造塔 然后拖投石车 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绝对比你这个大技都第一时间冲上去 然后和对手硬刚 结果发现打不过 然后对手的塔都起来了 绝对会比这个效果要好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你这种这么硬防的话呢 对手的火人攻击的次数就会多 攻击次数多的话呢 这个小火魔万一是在战场上越打越多的话 那么你在没有白牛的情况之下 是几乎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火人的 所以说呢最终鸟神也是应对的 不是说特别的好吧 然后宇宙这边打的还算是 每一个流程都比较严谨 最终也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